懂了嗎? 意念問題 我是採取我的意念 不是我的呼吸 假如你呼吸淒淒又有 你又加上意念 那是又更多 是不是? 那我們學到人家的東西 人家不同的地方 你就要相當的小心 這是你的 我猜要 不是,你的我,我看不懂 我都才看得懂 好,它裡面有幾句話 你們一定要把它作為歸念 歸念 一個,來歸不足 一個是去歸無足 你也看過了吧 剛剛都是去歸無足的現象 還有一種特殊的 虛體來風 所以看東西要看人家的戒骨眼 虛體來風的意思 所以說 我虛體 我體都沒有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也打的是什麼東西 你打的是空氣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虛體來風 它還指著一個什麼的意義啊? 全體透空 講了 也就是告訴你 你來歸不入 去歸無足 還是一個小孩子狀態 到了虛體來風的時候 那你就是到了全體透空 懂了嗎? 好,它裡面有個例子 因為一個外國人打他的 中虎跟雲門跟中虎 他用虛體來風 我上次試的 我是用手掌 我那天看到了 中東虎 你用手掌 也是笑話 也有這種東西 好,我講到這邊 完了